一家四口寄生在富豪家中享受上层人的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 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韩国众人追捧的高分电影寄生虫 故事一开始在半地下室的房子中住着一家四口人 他们一家人贫穷不堪 靠折叠披萨盒维持生计 在这天晚上机羽的朋友送来了一块孤栋石头 父亲看了爱不释手 可是在母亲眼中这就像路边捡到的石头没什么两样 还不如买些吃的东西来 其实机羽的朋友这次来是因为自己要出国留学 想让机羽这段时间帮忙照看好小美 就这样在精心打扮过后 朋友帮助她来到了这位富豪的家中 当起小美的家教 机羽用独特的把脉教学方式教导着小美学习 在多日相处小美开始喜欢上机羽 富豪家中还有一个小儿子 全家人都非常疼爱她 在机羽和富太太聊天中得知 她的儿子有点绘画天赋 正打算为她找个家教 既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就说自己有认识的家教 刚好从国外回来 可以帮她找来教学试试 到了第二天 请来的正是她的妹妹 在和富太太的一番沟通后 妹妹也成功成为小儿子的家教 在教导过后 小儿子懂得乖乖听话 这样富太太很开心 到了晚上富太太就叫上司机送她回家 但两人已不满足现状 妹妹又开始用上她独特的伎俩 将自己的内裤脱下丢到车里 想而富豪看到司机拿着她的车 做这种事情 果然她的计划成功了 富豪将自己看到的事情 跟妻子商量 过后决定不再聘用这位司机 机羽的父亲也就在这时顺利上位 当上了富豪家的司机 为了能够一家人都在 锦人又开始密谋 小儿母亲成为富豪家中管家的身份 他们开始对着富豪家中 原有的管家下手 还伪造管家得了肺结核 好让富豪辞掉她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家四口都成功混入富豪家中 在这天 富豪一家为了给小儿子亲生 决定出去外面演赢 一家四口人听到这个消息 就开始放肆地在富豪家中享受人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突然响起 但他们看见的却是上任管家 再询问得知管家有东西 落在这里忘记拿走 现在来只是想拿一下东西而已 一家人并没有多在意什么 就将他放了进来 在长久等待中 却不见上任管家从地下室出来 基于母亲带着好奇心 走了下去查看情况 但他看到的却是 地下室里面还有一个密室 不过这个密室 现在居住的富豪根本都不知道 而管家能知道这些密室 是因为他在之前追随的主人 转手卖给了富豪 他又留下来开始追随富豪 虽然管家知道这些地下室 但却没有和富豪说起这件事 还将这些密室 留给在外躲债的丈夫使用 管家哀求基于母亲 不要把这件事和富豪说 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拿给他 可基于的母亲 并不为这点钱为之所动 他拿起手机打算报警 但不巧的是 在一旁偷听的三人 却摔了出来 这一切也都被管家 看得一清二楚 在基于喊了一声爸爸后 管家这才明白 他们是一家人 管家赶紧拿出手机记录这一切 并拿这个来威胁他们 在经过激战过后 一家四口制服了管家两人 还将他们绑了起来 恰巧就在这时候 富豪却临时改变计划 要提前回来 一家人慌乱地整理东西 管家在地下室中挣脱 刚想从地下室跑出来 不料却被基于母亲看见 一脚就把他又踹回地下室去 当一家人慌乱地 逃出富豪家中 回去后却看见半地下室 已是汪洋一片 无奈的他们只能跟随难民 一起住进了体育馆中 到了清晨 富豪一家为了给小儿子 补上生日会 于是请来了 许多富豪界的朋友 同时邀请来 自己的佣人和两家教 基于来到富豪家中 为了不让这件事败露出去 他偷偷地潜入密室当中 想家管家两夫妇杀死 可是来到密室当中 女管家因为母亲的一脚 失险过多已经死去 他的丈夫为了报仇 从后面勒住基于的脖子 基于挣脱开来向外跑去 但出了地下室后 还是被管家丈夫 一下子给拉倒在地 拿起石头将基于砸晕过去 管家丈夫二话不说 从厨房里拿了把菜刀 决定到生日会上 为自己死去的老婆报仇 他先将妹妹捅伤在地 小儿子看到这一切晕了过去 富豪为了赶紧送小儿子去医院 命令司机赶紧把钥匙给他 基于父亲慌慌张张地掏出钥匙 手脚被吓得不利索的他 却把钥匙丢在被童死管家丈夫身下 富豪捏着鼻子 很是嫌弃地捡起来车钥匙 这举动让基于父亲很是愤怒 不仅不救他躺在地上 失血过多的妹妹 还一直嫌弃他们身上的臭味 基于父亲拿起刀 也向富豪捅了过去 见自己杀人的父亲 在众人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逃到密室中将自己锁了起来 母亲和基于因为自卫杀人 都被缓刑释放 而女儿却失血过多 离开人世 父亲则每天冒着生命危险 到厨房偷取食物解决生存问题 并用密室中的摩尔斯密码 向外界求救 儿子猜到 父亲可能躲在密室中 就拿着望远镜 在远处观察房子周围 果不其然 发现了父亲发出的摩尔斯码 他破译出父亲发来的讯息 幻想着自己要读好书 将来有钱把这套房子买下 好让自己的父亲 从地下室走出来一起生活 但在这之前 他们现在只能住在地下室当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精妙的电影节奏 穷人和富豪人物的对立 在这一切中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契合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